A点坐标-62 B点坐标-5-4 K点在Y等于X的直线上 并且AK等于BK要求K点坐标 那在这个题目中很关键的是K在Y等于X的直线上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是K点的坐标 因为X坐标跟Y坐标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假设K点坐标就可以写成AA 那我们再利用AK等于BK 所以我们就可以代入距离公式 AK线段长等于BK线段长 那代入距离公式就可以写成更号 好,两个坐标相减 所以就可以得到A加6的平方 好,再加上A-2的平方 好,然后就等于BK的长度 就可以写成更号一样代距离公式 所以就是A-5 也就是A加5的平方 好,因为都有更号有点讨厌 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是把两边同时给它平方 好,因为都有更号有点讨厌 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是把两边同时给它平方 然后把这个根号去掉 把这边的根号去掉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把这个式子乘开 把根号去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A平方 加上A平方 加上12A 再加上36 再加上后面这个式子的平方是A平方 减掉4A 然后再加上4 好,就会等于右边的这个乘开 就可以得到A平方 加上10A 然后再加上25 再加上后面的A平方 加上8A 再加上16 好,接下来呢 我们把相同的东西消掉 也就是A平方 和这边的A平方 还有这边的A平方 和这边的A平方 消掉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这边是12A 减掉4A 所以还剩下8A 那右边呢 是10A加8A 所以总共是18A 然后呢 左边一向过去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右边 这边就剩下10A 而常数的部分呢 这边是36 再加4 也就是40 而这边呢 是25加16 就是41 所以一向过去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它等于-1 好,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A呢 就等于-1 好,因为我们的K点座标是AA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得到A点座 K点座标呢 就是-1 1分之1 还有负的1分之1